就是让我们把空气氧巴带着走 那么迷你空气氧巴 它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跟大家做一个讲解 那其实呢就是我们希望 在我们佩戴的过程当中 每天都能够呼吸到健康的呼吸环境 能够呼吸到高浓度的复养离子 不单单对我们呼吸的环境 做到一个进化 对病毒的一个进行一个杀灭 同时也是对我们身体健康 呼吸作用的一个疗愈 包括复养离子的一个吸收 我们看到我们是利用的是 EMC的一个电子脉冲技术 就是小小的啊 这个空气氧巴叫做迷你氧巴吊坠 就是希望能够带给我们的 就是超高浓度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复养离子 它的供应也是非常独特的 那九小时的续航能力 让我们每一天出行 都能够保证有高浓度 足够的电量来支撑 我们复养离子的吸收 一共有四种颜色 一个是白色红色 还有玫瑰金以及幻彩籽 这四种颜色能够满足 我们的一个不同的 一个佩戴的要求 不管是男女老幼 不管是穿戴任何的 一个服饰搭配 你都可以认为一个 有效的选择 那当然了 我们采取的还是 它的外观也非常的精致 这个水滴状的 这样的材质 也非常的时尚大气 而且利用的链条呢 也是用的是不锈钢 304不锈钢的 实用级别的这种卡扣 也是非常的高端的 好 那么我们的 这个迷你氧疤吊坠 跟我们的空气氧疤的功能 是一样子的 只是说 它的复氧离子释放呢 是达到了是3000万 而我们空气氧疤 它的一个 是它的复氧离子呢 是达到了3.2个亿的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的吊坠 它小小的 但是它的复氧离子释放 也有3000多万 3050万的 这样的一个释放 所以它能够强效的 杀病毒 它的抑制病毒率 也是达到了 98.86% 不管是什么病毒 带着我们 带着这个 我们的脖子上 脖子上 这个距离呢 离我们嘴巴 鼻子 这个距离正好是 30到50公分的距离 那么在这个距离当中呢 释放的浓度 也是大概有 30万到100万之间 那么也可以把我们 以人体为中心 30公分的一个环境 都可以做到 空气的全面净化 不管是粉尘颗粒物的 一个降成 不管是我们的 细菌病毒的杀灭 还是有害气体的 一个净化等等 我们的小小的 氧巴吊坠 它都可以帮我们 全面的一个做到 好 它3000万的复氧离子 虽然体积小 但是它的能量 是非常非常值大的 那么还有一个 镜像的安全保护 那这个镜像 我这个地方打错了 不是6000万的 是3000万的 那么镜像的安全保护呢 能够确保到我们 无论是孩子 还是老人 我们正常在 佩戴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遇到了水滴 我们就可以 镜像安全保护 就可以自动的关闭 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吊坠 就会避免到 我们对我们 人体的一个伤害 所以这个镜像 安全保护 也是确保到 我们的一个 意外的发生 就是水滴 或者是不小心 溅到水等等 它会自动的关机 不会对我们人体 产生任何的伤害 那包括 待机时间是非常长的 我们每天晚上充电 一个小时 它就能够帮助我们 在出行的 9个小时之内 9个小时 甚至更长时间 能够时时刻刻 为我们提供 高浓度的 富氧离子 来确保到 我们呼吸健康 呼吸的安全 好 那同时呢 我们这个 调具呢 也是获得了 我们国内 最权威的检测机构 广东省微生物 分析检测中心 给到我们出去的 权威的检测报告 我们的负离子浓度 是可以达到 每立方厘米 3050万的 PM2.5 沉降率 是可以大于 99.44% 包括病毒的 伤面率 是可以大于 98.86% 这个不是我说的 都是 有最权威的检测机构 来给我们 出去的检测报告 所以这个 也是可以 进行一个追溯 如果说 您需求质疑的情况下 都可以进行一个 追溯的 都可以追溯 好了 那接下来 我们再做一个比较 我们的空气 迷你空气氧巴 和我们市面上 就是 就是国外有一款 产品的 我们去做一个比较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迷你吊坠 迷你吊坠呢 我们从负离子量 从负离子类型 以及造型 重量 功率 颗粒物去除率 杀菌率 材质等等 各方面 我们去跟美国的一款 产品去做一个比较 我们的负离子量 3000万 呼吸位置 有30万到50万 而美国的话呢 只有2000万 那负离子类型呢 我们是小粒径的 生态级的负离子 负离子一定是 小粒径生态级的 这种呢 才能够对我们人体 产生有益的作用 它才能够去高效的去 降成去杀灭细菌病毒 去进行有害气体的进化 好 这种的 小粒径的生态级 纳米级的负离子 才对我们人体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是这种 小粒径的负离子 好 那么造型呢 也是非常的漂亮 是这种水滴状的 水滴状的 很时尚 戴起来也很轻巧 不至于说坠脖子 这个是非常好的 那么同时呢 是它的重量很轻 刚才说到 这种重量是30克 那么它的颗粒物 去除率 刚才跟大家讲了 杀菌率啊 去除率啊 等等 都比美国那一款呢 都是要高很多 而且呢 链条的材质是采用 实用级364不锈钢 它是没有 不会去生锈 也不会去 进行过敏 等等 都会对我们的 非常的大气 那这个就是 我们的链条材质 同时更安全 这种链条更安全 更安全 包括安全认证 也获得了国内 辐射电磁骚扰 安全检测的 这个认证 而美国的那款 是没有任何认证的 所以我们的安全级别 我们的高效度 等等 都是在我们的市面上 都有非常高的 一个优势存在 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 去使用它 而我们最好的 就是它的一个 这个负离子 我们刚才通过比较 我们发现 我们的负离子释放 是达到3000多万的 别看它只有30克的体积 但是它的负离子 释放3000万 如果说我们在市面上 你可以看一下 3000万的负离子设费 它的体积一般来说 都比较庞大 而今天我们的小吊坠 这么小小的体积 它的负离子 就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 所以在我们每天佩戴的过程当中 它就可以进行隔离 我们的有害的病毒 包括抑制一些细菌 去除一些花粉 二手烟等等 这些颗粒物 像一些甲醛 包括一些甲本 TOC等等 这些气态污染物 通通都可以通过负离子 这种高浓度的 都可以帮我们去做一个 进化和处理 这个就是高浓度负离子 带给我们的核心 带给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功能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核心功能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是外观 我们看到我们的外观也是非常的漂亮 是水滴造型精致 第二个就是采用这个充电口 非常简单的 就是跟华为接口是一样 Type-C的这种的充电接口 简单易操作 那么第三个就是 3000万高浓度纳米级小粒径的负养离子 对于杀灭病毒更高效 对于我们的健康疗愈也更加显著 这就是基于它的高浓度的负养离子来说的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充电只需要一个小时 你不需要充三个小时两个小时 只需要一个小时 但是在待机时长可以达到九个小时 满足我们一天出行的需要 那第五个呢就是杀灭冠状病毒 可以杀灭冠状病毒 虽然没有冠状病毒检测报告 因为这个冠状病毒检测报告做不了 因为我们在外面 佩戴它在外面 因为有空气流动 有风传播 所以你说做检测做不到 但是它的3000多万的负养离子释放 它是可以进行一个杀灭一些细菌 包括冠状病毒可以杀灭的 那第六个呢就是它的链条的材质 就是采用的是实用级304不锈钢 它通过我们的这个 这个佩戴过程当中 一方面显示一个 它的一个大气 它的材质 一方面也不会生锈 第二个也不会过敏 我们佩戴上去完全不用担心 汗液的这个青湿啊等等 会采用 会发生一些过敏的现象 都不会的 因为它是这个实用级别的 实用级别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吊坠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的空气氧巴 和我们的迷你吊坠 那这两款设备呢 都是我们的慕林森 针对于呼吸 生态疗系列的一个 非常重磅的两款产品 都是基于在高浓度负离子的一个技术基础之上 研发的两款新产品 两款这个产品 这两款产品呢 都是在不同的空间 去帮助我们进行一个空气的进化 空气的健康 以及我们身体健康的疗愈 空气氧巴是针对我们居家的一个健康的一个 作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帮助 那么我们的吊坠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 去做到一个防护 特别是在我们现在 针对于马来西亚 目前现在疫情非常严峻的一个时刻 我们不能够保证其他人怎么样 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保证 在我们每天佩戴这个吊坠的过程当中 我能够去隔离病毒 我能够去杀灭病毒 我能够通过佩戴这个过程 能够去把我面前的空气 做到一个净化和干净 同时杀灭一些 这个净化一些有害的气体 同时还能够补充我缺失的抚养离子 让我们的身体做到一个疗愈 那么我们的吊坠呢 也希望未来能够帮助我们海外的 海外的朋友 能够在我们的这个 现在的一个空气的一个 这个净化的过程当中 以及疫情的防护 这样的一个现实情况 能够做到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发挥它的一个作用 好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的一个新冠 包括刚才那个讲解的一些产品来讲 我们说整个世界它是一体化的 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 所以面对这场疫情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有义务去做好自己的一个防护 一方面是对自己的一个安全的保护 另外也是给到我们的朋友和家人的一份安心 所以我们的吊坠呢 能够在未来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所有人 还有我们的空气养巴 好 那么未来呢也希望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够健康 都能够进行平安 而且还能够去富足的去生活 好 那么今天的针对于我的课件来说 跟大家解读呢就讲解到这里了 因为刚才因为我家里的WiFi可能今天出现了问题 所以有两次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断线的一个情况 可能不是太好 那在我的讲解过程当中 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进行一个提出来 我会跟大家进行一个沟通和答疑 好的感谢大家 谢谢你老师 请问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提出来 今天老师在那里可以帮我们解答一些问题 对是的 刚才我是对于我的课件呢 去做好一个比较系统的跟大家进行讲解 但是如果说大家在我的讲解过程当中 针对这个场景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提出来 再针对性的去给您做一个答疑和解决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提出来 老师好 你好你好 我有些问题哦 您请讲 其实我只是想了解一下 进化器的那个负离子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 你是说我们这个空气氧巴吗 空气氧巴是掉坠的 OKOK 好给您解释一下 我们空气氧巴的负离子呢 我们说后面 我如果说现在有实物的话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我们是有12伏的电压进去的 我针对空气氧巴来讲 它的一个负离子的释放原理 外源的电源是220伏去 不是220伏直接接到我们的机器上面 是有一个12伏的电压直接接触我们设备的 所以确保的我们老人小孩都是绝对的安全的 那么在12伏电压进去之后会有一个高压低流 高压低流就是在里面会瞬间形成一个短路 形成一个一万三瞬间生成一个一万三千伏的高压 那这个高压的话呢 它是短路的所以不用担心 那高压呢就会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电 这种高压 在我们负离子发生模块的作用下呢 就会生成高浓度的负电荷 通过我们的负离子的发射头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我们的这个碳纤维数啊 释放出来它是负电荷的 负电荷在负电荷生成出来以后 电离我们空气当中的水分子 就生成了负氧离子 所以我们说我们空气氧巴也好 我们的掉坠也好 是需要对我们空间的湿度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就是如果说我们所处环境的湿度不够 那么负氧离子的释放量也会有一些降低的 这个就是这样子的 不知道我这样讲解能不能去明白 可以可以 可以是吧 好嘞好嘞 那其实我们这个技术有没有名字的呢 有没有名称呢 有没有名称叫高压低流技术啊 高压电流技术 高压低流 高压低流 对低流 对对对 好的 谢谢 其实我还有几个问题哦 您说您说 那刚才那个空气氧巴的那个测验报告哦 那那你写杀灭病毒两个小时对吗 那是实验室的条件呢 那是实验室条件 这是取决于病毒的那个数量吗 我把它打开啊 您是刚才是指的这个吧 对 指的是这个啊 那这个是在这个就是在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地点 然后在实验室条件下测出来的数据啊 测数据 但是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啊 他虽然达不到99.99% 但是也能够把我们的空间当中的一些病毒啊 去做到一个杀灭啊 他是有效率是有的 就是说其实他他不一定能达到99.99 这个99.99是在 因为要测的报告 所以要测的报告 他必须有条件 他必须在一定的时间 有一定的空间 然后有一定的数量 他才能得出这个报告啊 所以在实验室的条件下 我们会拿出取相应的一个段 来去去去进行一个测量 但是他能够测量出来 说明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 对于病毒来讲 都是有这种效果的 那达不到99% 也能达到90%以上 已经很不错了 这个是呃 也是呃 那个什么携带款的也是一样吗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他都能杀灭 因为都复养离子 他本身他就有这种属性 他就有杀灭病毒的属性 还有沉降有害颗粒物的属性 所以呢 我们了解了复养离子的本身的属性之后 我们就可以完全相信 我们所带的吊坠 我们的空气氧发 他的负离子浓度越高 而且尤其是这种小粒子的 纳米级的复养离子 它的效果是越明显的 那那如果在户外的话 也是可以高达98%以上吗 你是说那个是掉坠的话 对 掉坠的话 我们看到它的一个也有报告 我们看到这个病毒上变率是98.86 这个都是实验室的数据 但实际生活当中 它是绝对 它是可能达不了这么精确的数字 但是在它的上下浮动的 是属于浮动的 因为它也是实验室测出来一个数字 也是取决于环境 对吗 环境 对环境 它是可以杀灭的 可以杀灭病毒的 跟我们的两发其实是一样子的 对对对 明白 好的 好的 刚才老师你有提到说 如果高农要释放高农度的负离子 通常那个机身会比较大对吗 那是市面上的 市面上 市面上的 我就给你打了一个比方 比如说您看一下我们的吊坠 这么小的一个才30克的吊坠 但是它的负离子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 如果说像市面上 一些负离子设备的话 如果达到3000万 您可以看一下 可能都是很庞大的一个设备 就说明我们的技术是非常的高科技的技术 这个能理解 于那个空气氧霸比较来说 那个空气氧霸也蛮大个的 那个因为它有不一样 是不是因为它有不一样的那个功能呢 您是说我们的氧霸跟吊坠吗 对 氧霸跟吊坠它没有什么区别 主要是它的一个负氧离子的一个不同而已 一个是对对 一个是我们说调矩呢 是我们氧霸的一个迷你缩小版 迷你缩小版 就是把它负氧离子呢 就是缩小了十倍 对吧 那个是3.21这是3000万的 所以呢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所以功能是一样子的 只是它的负氧离子释放量稍微小 那么一点点相对于3.21来讲 小了一点 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 我们的需求3000多万的负氧离子 一样可以保证我们日常需求的一个 针对于环境进化的一个需求的 嗯 好的 明白 嗯 好嘞 说这个慕林森有那个隔离静电的技术对吗 对 有这个静电隔离的技术 好 我有顾客呢 他带了会感觉到全身有点痒 就不止在胸 就是心口那里 可能 上啊还是手啊 都会感觉到有点痒 这是有可能吗 这个有这个没可能啊 我们带了那么久都没有感受到的 可能他穿的衣服是有静电的那种 比如说丝绸啊 比如说像一些容易起静电的这些化线呢 嗯 这些都是很容易起静电的这些会 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的 但是我们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 我每天都佩戴 我们都没有这种感受的呀 啊 其实我也没有 这是顾客的回馈 顾客的回馈 对对对 你跟他解释一下 跟他解释一下 可能他呃 就是空气干燥 因为风吹呀 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我们平时呃 马来西亚不知道你们冬天也没有感受特别多啊 其实像我们这个有时候冬天很冷的时候穿毛衣的时候啊 会有一些静电的会干燥啊啊会有头发 说头发会有一些飞起啊等等哈 嗯 那这些就是静电的产生啊 这这些的话呢 其实都会影响到他会产生 这些手上胳膊上会有痒痒的这种情况 但是不会因为是带我们这个吊坠而产生的 你跟他解释一下 好 谢谢你 那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 没关系您说啊 啊那个吊坠的其实充电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充整个晚上那超过一个小时吗 就是五六个小时在睡睡觉的时候就充着电到第二天早上 嗯这条心房间是可以的是可以的我也是有时候睡着了就冲了一晚上啊就不会伤害到电池对吧 没事的没事的不会的他充满了就不会再充了他不会再过网盒的充了对不会的 必须必须必须使用那个呃那个原装的充电线吗 呃主要是这种type-c的线都可以的 对对对都可以的 对对 嗯对的嗯好的 好谢谢老师暂时我的问题就这样多哦 好的好的谢谢你的问题嗯好的 好的还有他的我有一个问题嗯嗯我想问一下哈那个小鸡蛋哦他那边不是有那个毛毛那个东西咯嗯然后你放去那个鼻子的时候呃他会有个味道然后其实呃复离子是没有的吗为什么他会有勒 他有时候有的时候没有的你闻到味道了吗我可从来没有闻到过哟你有你有说哪里什么味道哪里你就是放在靠近鼻子的时候才会有一个味道的有时候会有有时候不会有啊是吧那我们从来没有闻到过哈哈没有也没有客人去反馈给我们您是第一个反馈说有味道的哦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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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全部都有 是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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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天天都带着呢我们也没有任何一个客人去我们反应就会有可能是可能是那个环境肮脏才会有那个味道哦有可能哦现在我在现在我在房间里面就没有我自己的房间就没有对他情况下负离子是没有味道的也无色无味嗯我们可以放在鼻尖去感受一下他的一个负离子的那个电流啊慢慢的有点电流但是味道我们从来没有 是没有闻到过的嗯您这个问题我我要记录下来可能是根据当时环境的问题有关的可能是应该是没味道的一般我在外面的时候就会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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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然后我就不懂我还去跟人家讲哎这个就是那负离子味道可是结果后来我才懂原来负离子是没有味道的嗯我们有客人还提出了一个意见说负离子啊要不然你们厂家给加点青草的味道吧我们去到森林 里面看到那些闻到那些味道都是清清的那种味道我们说如果加的话那就是化工了人工合成了那就不安全了所以正常情况下我们该有的东西就还原自然界当中应该有的东西就可以了不会去添加任何的嗯老师嗯你好 啊那个手写呢那个手册呢其实有写啊是有点味道的有味道的是吧手册手册有有有著名是否是臭氧的味道呢哦不会的不会的我们已经把臭氧去进行一个处理了应该不会臭氧是臭鸡蛋的味道对不会的啊 他这是微微的如果你放靠近椅子的话是微微的啊那那可能是负离子电流啊就是因为他释放出来啊释放出来是电流电流在电解是在电里我们空气当中水分子才形成了负氧离子的 他本身从那里面释放对他释放出来的东西他是他是一个负电荷来的他负电荷店里咱们空气上水分子这个是所以我们空气当中有味道他就有味道空气当中没味道他就没味道是解决于我们所处空间的那个环境的变化所以刚才您提到说怎么有味道呢其实可能您所处空间也或许有一些味道所以他本身是没有味道的他只是负电荷来的嗯那老师谢谢您谢谢 谢谢您的解释嗯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哈喽你好嗯嗯你好有一个问题其实我想要了解我们要怎么样证明那个负离子还在发散出来呢因为我有很多顾客就是说他们要怎么样知道那个迷你负离子是坏了呢三个途径吧第一个就是开启的状态 看下他的灯光是亮的就是等于开机了那然后呢你把那个毛沙头啊靠近我们的鼻翼就是鼻尖尖比较敏感的地方嘛然后感受一下他有没有这个负离子的释放的感觉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拿一个烟罐呢去测试一下他的硝烟情况如何那第三个呢就是拿负离子的检测仪来测试一下对准毛沙头看一下他他的一个负离子数值有没有变化 有没有增加有没有变化的我们通过三种途径来检测一下嗯好的谢谢嗯很客气好嗯 好那还有什么疑问吗 请问小孩子和宝贝可以带着吗 嗯小孩子嗯小宝贝先不带吧小宝贝因为他会他会舔他嘛可能他手不自主的就会抓他舔他呀舔负离子啊嗯是吧这个可能对他来说也也不干净不健康 嗯两岁以上的可能他有自主意识了你妈妈教育他说哎不许不许摸他不许舔他呀嗯这种情况哎他可能会知道一些我们尽量避免让孩子嘴巴去舔他或者手摸到他嗯会有细菌呢对吧嗯我们尽量在家里面因为像两岁的小孩两岁的小BB嗯尽量放个空隙养疤在家里会更好一点嗯如果出行的话呢 对对对好不知道这样的回答你满意吗哈哈哈好的意思说他是安全的但是是最好是不要给小孩子去对对是的他是绝对的安全但是会对他来说产生一个这个卫生的一个隐患啊对嗯嗯然后我想要了解如果我换掉那个嗯链可以吗你换什么链子啊想换什么链子可以换什么链子了 换金的链的都可以但是不能换链子和绳子嗯你不能换那些就是呃绝缘性强的就比如说绳子类的啊绳子类的你要换一些金链子或者是银链子这种的链子可以的嗯OK可以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好的嗯 嗯嗯好还有什么疑问吗 嗯好